我们来第三波 第三波是哪个开始呢? 是我们叫做923开始 923我们体验到这个更加明显的就是高铁的通车 将我们带动了一小时的生活圈 一小时的生活圈 而回来说 我们向这里 这个香港 这个深圳 这个广州 那个佛山 而我们向埋手来说 香港流价这么贵 我们不能入手了 车位都说了三百万 它最贵到七百多万 怎么入手呢? 深圳有没有入手? 去到十几万人的收货 全部都入手了 过千万了 而广州来说 它在无论房地产 都是大约四万五元左右 而佛山来说 流价大约是两万五元左右 处于一个大湾区的大局面里面 其实我们叫低水 两个地方都叫低水 增长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买里面的东西 现在我们限购了 我们不能买的 特别是在广州 广州如果你买商业楼 其实是要公司 个人不能买的 公司是什么? 要内地公司 如果你说住宅 又不能买的 车位也不能买 不过是很稀缺 也有些政制的东西 我们不说了 我们集中在佛山 佛山这边来说 是一个高薪区 佛山的活力是非常大的 佛山是因为和广州很近 它的历程来说 大约是15分钟可以去到广州 而它的覆盖入口 和收回广州的外舍 那个红利很高 因为广州有2000万人口 佛山是多少? 佛山是840万 比香港高 广州来说 其实它是旧城改造的 各方面 它的增长也要现任了格局 所以就在佛山叫党佛同城 党佛同城有几条线 这些城已经是通过佛山的了 所以将有些年轻人 等一下我说回 佛山的那个红利 或者是那个经济发展 是怎样吸引 而令到佛山有升值的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 是中国改革开放 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蕴藏的发展潜力令世界瞩目 2019年2月1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引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 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等做了全面规划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汪佛基典 为赋予引领湾区城市群 供应世界静和大潮的新使命 粮食向创新同诚 产业同诚领域加速推进 合力建设 一家四光佛高质量 如何发展试验区 东门怀梦想的你 遇上新机遇的年代 粤港澳大湾区 为你带来很多新机会 梦想可以跨越地域 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成就再无界限 时间转迅即逝 机会亦都一样 机会我不会错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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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